反习翻党老邓开讲 今天又开讲了啊 我是跟国内爆料人呢 失去联系了啊 这个几次发信给他 他没有回复 所以这两天呢 没什么料可报 就停了两天 有料爆料 没料睡觉 烫平了 先跟大家说几个消息啊 一个是朝鲜这个防疫呢 现在看初步成功 朝鲜官方公布的数字呢 是感染人数呢 大大下降 朝鲜政治局呢 也宣布现在这个疫情高峰呢 已经过去了 中国现在很多网友呢 甚至说要去朝鲜啊 因为朝鲜这个不搞封城 这个朝鲜呢 也不打疫苗啊 疫苗是空白 所以看呢 这个奥米克戎呢 就是一个大号感冒 用不着像中国这么大动干戈 这么封城封国这么搞 啊 这个朝鲜已经是挺过去了 啊 上海呢 是基本解封啊 说六月一号起呢 逐步正常 六月六号彻底正常啊 企业复工复产呢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啊 我看有的网友呢 给我爆料啊 发的我那个爆料老灯 那个邮箱 说江苏昆山呢 就台商投资的那个种地啊 基本上都正常 而且是歌舞厅率先正常啊 这个说舞厅里很多人的男男女女 啰啰啰啰 啊 说这个是共产党也不管啊 五号李克强主持召开的这个十万人大会啊 会上呢 这个宣布核酸检测啊 不能动用医保的资金 地方政府要自己想办法 哎 这样呢 就是切断了核酸检测的这个裁员 那么地方政府也不愿意负担 索性就核酸检测呢 现在也都基本上不怎么减了啊 现在是没钱可赚了 没有利益了 一件事情没有经济利益驱动啊 那就很难再推广下去了 现在大家呢 都去忙着复工复杂了 啊 26号 这个25号开完会 26号呢 国务院就派出督察组 到各地去督察 复工复杂 啊 这个力度是很大的 这个说明这个洗下礼上啊 礼现在掌控着啊 经济的这个操控权啊 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疫情防控呢 现在基本上啊 现在这个动态清零 已经是放松了啊 现在是在搞呢 在主抓复工复产 这个时候呢 又出现一个新的苗头啊 就是打击呢 在这个前一段核酸检测中 赚黑钱的啊 这些黑心企业啊 现在北京有什么精准医学啊 还有什么这个这个朴实医学啊 这个负责人啊 还有员工 每个公司都抓起了很多人啊 这个疫苗的那个公司 叫什么科兴啊 什么也在数据报被调查啊 所以说就像共产党这个每次打黑似的啊 搞运动是打黑 打完黑呢 就开始抓这个这些警察啊 你打黑过分的这些警察 所以说这是共产党的运动式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必然互补啊 运动是防疫搞过火了 回头再抓这些搞过火的这些企业 这些个人这些官员啊 这就是每次运动都是这样 虽然没有这个新的内幕消息过来啊 但是这个前些天呢 这个爆料人呢 跟我聊过很多习近平个人的一些事情 因为不是跟时政太紧密 我就没怎么讲 那么今天呢 没有什么别的内幕呢 就跟大家讲一讲 他说的习近平 他是近距离的 他观察习近平 他说习近平呢 这个人是原来就不怎么样啊 越变是越完蛋啊 就是这个习近平就给他这么一个印象 他说这个你比如说习近平 由原来还讲点义气啊 到现在是越来越不讲义气 越来越狠毒啊 习近平青年时期下乡啊 有一个很出名的照片 他那上面有四个人啊 其中有这个他两个农村的朋友 一个叫雷荣生 一个叫雷平生 就是他下乡的时候 跟他关系很好的 但后来习近平这个上海掌权了 雷荣生的儿子 雷平生的儿子啊 说都被他弄到北京去了 雷荣生的儿子呢 弄到中半 还可以去习近平的家 说这个彭丽媛对这个孩子很好 像对自己儿子似的 这个雷平生的儿子呢 他安排到中央党校 在中央党校信息化学院 也就是很关照啊 就是说习近平还讲点意气 说现在呢习近平的这种意气都没有了 对于这个王岐山你能看出来 王岐山替他这个得罪了那么多人 是吧 这个最后也是把王岐山一脚踢开 对他现在的马仔呀 这个对习近平原来班子里的那些人 说现在习近平也是这个非常狠毒 哎现在这个他倒没说什么细节啊 就是现在真是众叛亲离 这个习近平啊 他要说的第二点观察呢 就是说习近平有这个原来还很谨慎 谦卑的一个人 说到现在是这个人是非常狂了 一个电视采访啊 习近平在夏文当副市长那个时候 去采访习近平的家庭生活 彭丽媛呢什么他妈其心呢 这个习近平抱着孩子 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中层干部啊 很谦卑啊 说到现在这习近平哪去狂妄的就不行了 哎 现在是这个说去年呢 他进那个中央政策研究室啊 进去以后就跟这个政策研究室 这些干部们说啊 你们要研究 我为什么这么受人民群众的拥戴啊 你们研究好了 这个写文章给我啊 大家不好意思说什么 那这么拥戴你 那我们就写吧 那为什么这么拥戴你 他就狂妄到这个 这种地步 哎 所以这个人呢 这个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啊 就是绝对的腐败 绝对的昏庸 说习近平啊 这个为人处事呢 也发现啊 对人呢 也有尊重到现在非常傲慢 哎 原来是这个还客气还温和啊 他这个 呃 对人呢 还算很有礼貌 现在是这个非常没有礼貌 蛮横无礼 哎 现在早上起了袜子都得护士贴着穿啊 鞋带呢 要卫士贴得寄啊 他说这个卫士给他寄鞋带 我看过照片啊 一个警卫员啊 蹲在地下给他寄鞋带 那个警卫员 披我后边那个手枪都漏着了啊 这个是你是不不光是这个心理残疾 这个人啊 生理也残疾 你自己的寄鞋带都不能了 你这个人还有什么能力啊 你这整个一个残疾人 再还有一点呢 说他对不同意见的这个包容啊 说现在也是没有啊 说原来他在书记处工作那个时候呢 他还能听一些不同意见 说现在呢 谁都不敢跟他提什么不同的意见了 说现在是他就是唯我独尊 唯我正确 说现在习近平的口头禅就是 你懂什么 总说这句话 就别人刚要提什么不同的意见 他上去就一句你懂什么 就总是这句话 别人还敢说什么了 那就是懂你懂了 那就我们都不懂 你看这样 你听不到不同意见了 那就唯我独尊了 那就这样 就他正确 他说习近平啊 原来就有这个毛病 现在越来越严重的毛病 什么就是不会变痛 一个政治家呀 因时因事 你要不断的调整 自己的思维 自己的这些政策 你得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 甚至有这种品德去这样做 不断的去改变 去改进 习近平说 哪就是一根筋 这是一条绕 就是要怎么回 他提到那个什么 这个十里山路不换间 他扛着那二百斤麻袋 他把这个当作一个荣耀 去炫耀 那不就是傻叉吗 傻叉行为吗 那你累了 你就应该换间 这个间压着沉 压着重 换到这个间 走无理地 我歇一歇 要学会变痛 那就不会变痛 我就要这么扛着 累死八岛 扛着十里利 当着我愿意吐血 我愿意累吐血 你别管不着 你这不就傻叉吗 你这人不会变痛吗 他对习近平 他说就是三句话 就评价这个人 说浩大喜功 汉武之志 是崇祯之能 就是这样 像汉武帝这样 浩大喜功 最后他只有 崇祯的这个能力 德不配位 财不配位 就这样一个人 他还说到习近平 只有走朝鲜化 这条路 他才能扇重 他也自己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他二十大 他不会轻易放权 政治局常委 决定的习下理善 他一定是要拼命反扑 因为他知道 他真正的失去了权力 他会面临着清算 所以说这个二十大之前 这场斗争 一定会非常激烈 通过跟这个 暴露人 这个越聊越多 我感觉到呢 他是这个 跟胡锦涛 跟温家宝 跟李克强 非常熟悉的一个人 他说呢 这个胡锦涛 当年 高峰亮节 要这个全退的时候 他就当面劝过胡锦涛 就是你不能退 就是尤其是不能退 这个军委主席 他说胡锦涛 不听 一定要高峰亮节 要全退 就是这个 有意要江泽民难堪 江泽民当年不就是不退 这个胡锦涛 就是全退 结果是上了 这个习近平的当 这个习近平一开始 还打了 打击了一些江派 胡锦涛很高兴 但是没想到 习近平回过头来 就开始收拾团派 拿领计划 什么挤掉李源潮 什么 胡锦涛那个时候 后悔已经晚了 他跟我提到 是胡锦涛的儿子 胡海峰 这个习近平呢 是提拔胡海峰 这个用这个来暴打胡锦涛 但是只是把胡海峰 提到地委书记这一集 浙江绿水市委书记 现在就不动了 胡锦涛本人也不好说什么 他也不能说 直接去向习近平求这个请 是胡锦涛的夫人刘永青 给彭丽媛打电话 说他想儿子 希望儿子呢 回到北京 能不能让胡海峰动一动 这个话里话外呢 就是让胡海峰声一声 也毫无回应 到现在胡海峰还是在沥水 当他水位书记 很多传言说胡海峰要去什么西安当书记 大连当书记 现在根本没有 因为这个事情胡跟习也是彻底翻脸 这个都是涉及到自己利益 彻底决裂 所以说胡锦涛呢 才决定跟江曾合作 拿下习近平 他又跟我提到一个事 他说这件事呢 是中共的这个 高层官员 中高层都知道的 是什么呢 就是栗战书呢 是在18年的时候 曾经积极配合习近平修宪 他为人大委员长 负责这个宪法修改 但是呢 栗战书的马上就意识到 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有可能导致呢 习近平这个个人独裁 连续任职 这个是他觉得他犯了一个错误 在一年以后 19年的北戴河会议上 栗战书呢 也是可能是吧 受到这个曾经红 或者是这个舆论声音的指示 栗战书就做了一个检讨 就说自己不应该带头修宪 不应该带头呢 搞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而且栗战书呢 还建议习近平要做自我批评 这个搞得他跟习近平的关系 长期很僵 这个两个人从那个时候起 就分道扬镳了 这件事情啊 中高层近人皆知啊 现在我把它说出来 你们中高层的这些干部们 你们就知道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啊 我这爆料是真实的 那这是各派啊 江曾派也好 团派也好啊 大家是为了党国啊 现在是也是为了自身利益啊 现在是在极力的啊 在联合起来阻止习近平连任啊 现在阻止了中国朝鲜了 我这两天呢 跟爆料人联系不上呢 我们国内的这个两个体制内的老朋友联系上也都是高管 企图从他们那里的获得一些消息 但是他们没有讲啊 这两个人也都很谨慎吧 没有透露什么消息 但是对于中国目前的情况呢 他们感到很无奈啊 有一个人公开就说很无语啊 就是都不好说什么啊 对中国现在经济情况这个乱七八糟这些事情表示很无语啊 就是很无奈啊 我直接是我这个作为老弟啊 我这也不客气啊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这个是现在这种情况啊 不就是你们前几年这个纵容这个妥协的结果吗 习近平胡来你们不阻拦不阻止啊 你们跟着一起去唱和 你们就你们也是同谋啊 这两个老大哥也不吱声啊 也不好表示什么啊 我说现在你们就是要加入这场这个倒习活动啊 倒习运动啊 要去积极推动啊 这个洗下礼上啊 弥补你们原来纵容妥协的这个过失 中高层干部一起去推动啊 实现这个目标 让他呢成为现实啊 这傻叉下台啊 要克强上来 拿下西傻叉 救国救大家 救国救国救浩